欢迎来到韩国流区通网 那么比如这个人和这个人呢 他们lulimata词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他们两个互相看上了 他们两个交往了 刚刚交往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怎么说呢 lulimata mata呢我们之前讲过了什么意思 适合符合的意思对吧 那么符合我的眼光什么呢 看对眼了 特别是指这个男女关系的时候我们用的 那我们看这个韩语解释 就找了女朋友了吗 那我们说这个manada manada是见面 那么也可以引申为什么呢 交往的意思交往 那么sumi怎么说呢 그러니까요 그러니까요 就是说呀 可不是吗 这样的意思 그러니까요 那么另外呢怎么样呢 曾有在庆布呢 之前的这个女朋友啊怎么样呢 迷你不大 比这个新的新的这个女朋友迷你呢 比起她来说啊怎么样呢 也不顾又漂亮啊 气都 크고 个子又高 那么性格也很好 那么这个好的 他后面加这个 表示什么呢 表示听说啊 听说啊 又个子又好 又什么什么 那么这个 表示什么呢 ta kuheyo 我们都知道这个ta kuheyo 是什么意思了吧 是表示这个间接引用的 这个形容词的后面 加ta kuheyo 可是它在我们口语中呢 可以缩写成这个teyo to teyo 那么 정말 如果你 맞으면 어쩔 수 없나 봐요 那么真是啊 真是呢 如果呢 看对眼的话呢 真是没办法呀 对吧 那么这个呃名啊 表示如果的话呢 어쩔 수 없다 表示呢 没办法 那么这个 omna 봐요 这个na 봐요呢 跟这里的这个na 봐요 是一样的表示呢 猜测的意思啊 可能是没办法吧 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把这个话 来重新读一遍啊 那么王力怎么说呢 둘이 이상한데 언제부터 이렇게 친해졌어요 미니와 준석이요 둘이 며칠 전 같이 MT 갔거든요 그 후에 눈이 맞았나 봐요 그렇군요 준석이 여자친구와 헤어진 지 얼마 안 됐는데 이렇게 빨리 여자친구를 만났어요 그러니까요 게다가 전 여자친구는 미니보다 예쁘고 키도 크고 성교도 좋대요 정말 눈이 맞으면 어쩌수 없나 봐요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对话 那么是讲了什么呢 눈이 맞다 表示呢 看对眼了 这样的意思啊 两个男女 看对眼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单词 第一个呢 이상하다 이상하다 这个 이상呢 其实是一个汉字词 表示异常的意思 异常 那么呢 这里表示什么呢 奇怪啊 이상해요 很奇怪啊 这样的意思啊 那么下面呢 미요치 刚才我们要强调了 注意写法 那么它呢 这个呢 是已经发生一个 因变之后的 那么这个变着变着呢 人们的写法 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怎么写呢 미요치 미요치 几天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헤어집다 헤어집다 表示分开啊 分手的意思 那么特别是指 这个男女 交往着分手了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헤어집다 比如说 和女朋友分手了 怎么说呢 よじゃ 친구は 헤어졌어요 那么下面呢 おつるそくだ 没办法 おつるそくだ 那么下面呢 ケッタガ ケッタガ 另外而且的意思 那么MT呢 表示联姻会的意思 MT呢 一般是指让 这个大学生 去郊外 进行的一个 集体的野催 或者是联姻会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呢 친의 지�da 表示变熟悉 那么今天我们讲过了 这个친ada 表示熟悉 那么后面加 아어집다 表示变 这个形容词后面 可以加这个 아어집다 表示这个形容词的变化 친의 졌어요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クルニカ 我们本文中出现了 クルニカよ 正因为那样 正因为如此 这样的一些一个话 那么我们看下面的 クルニカ ねマルテロヘラ 所以说 你就按照我的话 去做吧 ねマルテロ 我的话 那么这个 テロ 表示呢 按照 按照我的话呢 ヘラ 去做吧 那我们看下面 オネルドネッケ イラナクナ 那么这个 クナ表示 原来如此的意思 表示感叹的语气 那么今天呢 你也起床 起得晚了呀 所以怎么说呢 クルニカ 所以说啊 能 近日近日 所以呢 常常呢 会迟到 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 能啊 能什么意思啊 常常 总是 跟这个 横上的意思 是差不多的 能 总是 那么这个 近日 近日 是这个迟到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クルニカ 在我们口语中 经常使用的 表示呢 所以说呀 可不是吗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看 这个文博啊 语法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什么语法呢 好的 这样的一个俗语啊 那么今天的 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啦 大家感谢观看